各位观众健康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对于生活在海外多年的中国人,十分好奇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趁着这次回北京的短暂机会,我想了解一下中国人的健康意识,以及是否有健康的饮食习惯的情况。 我今天要去逛一个超市,如果想要了解北京人吃的是否健康,我们就需要去北京的超市去看看,超市卖的东西是需求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人喜欢吃什么。 今天我们来的是北京最大的连锁超市,物美,这个对应的是美国的沃尔玛,Safeway等食品超市。 这个超市非常有代表性,它几乎包括了北京人的日常三餐的所有选择,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的选择喜好,从而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里的人的饮食习惯。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植物油的部分,这里有玉米油,葵花籽油,花生油和大豆油,这些油都是醋炎症反应的,增加血液的坏蛋固醇。 这四种油占据了油品货价的90%以上,而且很多都是大包装,可见这些油的消耗量巨大。 这里有卖亚麻子油,亚麻子油很健康,但是这个塑料透明大包装的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亚麻子油非常不稳定, 健康会分解氧化。 好的选择是深色玻璃瓶,小包装,开瓶后尽快食用,才能最大化的避免氧化的油脂。 健康的炒菜油,我一般会选择特级出炸橄榄油和牛油果油。 这里有橄榄油,好像灰尘很大,这说明买的人不多。 价格高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不习惯吃橄榄油。 这是一大遗憾,特级出炸橄榄油相对于其他植物油相对稳定,较少产生氧化和反食脂肪。 我没有看到牛油果油,这里可以看出北京人喜欢用氧化醋发炎的植物油炒菜,这就大大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二个是面粉,这里全部是精致的小麦面,北京人非常喜欢面食,包子饺子烙饼是家常店饭,没有看到杂粮面。 这里所谓的特晶面粉或者是富强粉,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高筋面粉,主要用作制作中餐面点。 它的特点是面筋含量高,杂质少,它的生坛指数比普通面粉更高,十分容易导致胰岛素飙升,从而导致烫尿病。 下面是稻米,东北大米,五常大米,这些米都非常出名,口感很软糯。 但是这里都是精致的稻米,这种米生长指数很高,容易得糖尿病。 终于看到了一款五公米,但只有一款选择。 第三个是酸奶,我主要看糖分和风味添加剂,这里全都是含有糖和风味添加剂的酸奶。 酸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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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这里有灵热糖,但是添加了木糖醇 尽管木糖醇是比较好的代糖 但我一般还是选择无糖,无添加的酸奶 我会淋上少量的蜂蜜 或者加入少量水果去增填 这里的成分表里不标记含糖量 让人很难判断糖是否超标 我尝过这些酸奶,都是很甜的 第四个是熟食,主要是馒头烙饼等高碳水的食品 还有一些油炸的面食 这些面食主要是精致小麦粉制成 和前面米面部分一样 这样的高碳水食品作为主食十分受北京人欢迎 这些都是糖尿病的主要致病因素 第五个是加工肉类 非常多的香肠和火腿的选择 再给大家看 加工肉类是糖尿病的主因 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这里看上去销鲁都不错 北京蒜肠和哈尔滨红肠 是传统的名阳海内外的美食 我一直怀疑 北京人不知道加工肉类被世界维生组织 标定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实 因为丝毫没有看出人们对这两款香肠喜爱的减弱 要是来自这种病毒树也不错 和第二�O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个是烘焙食品 很多都是传统的小吃食品 桃酥 枣子糕 淡绞酥 枣泥饼 萨其玛 姜米条等等 都存在于老北京人的记忆里 这些名小吃是很难让人忘却的 这些食品通常含有反食脂肪 要健康的人要远离这类食品 今天特价 红蛋糕 姜米条 6.99 斤 酥饼 7.99 斤 桃子糕 特价 9.99 斤 土蛋糕 糖 炒鹤蛋糕 处理 白猪 各须蛤 童饼 酒 饼 炒鹤蛋糕 童饼 炒鹤蛋糕 饼 炒鹤蛋糕 酥饼 炒鹤蛋糕 童饼 炒鹤蛋糕 童饼 炒鹤蛋糕 剩下顶饼 炒鹤蛋糕 酥饼 炒鹤蛋糕 红蛋糕 顶饼 炒鹤蛋糕 第七个是蔬菜 这里的种类非常丰富 而且很多是美国买不到的种类 唯一遗憾的 就是没有有机的认证 所以你就无法了解 这些蔬菜农药使用的情况 为了保险起见 回家还是要用小苏打去清洗农药的 开买 这些蔬菜农药 最后来看看白酒的情况 北京人最爱喝的就是二锅头 我不喝酒 但是我看到北京人非常爱喝酒 很多人几乎是每天 甚至是每顿必喝 已经是改不掉的习惯了 一直以来 国人都有大饮伤身 小饮酌情的喝酒理念 然而2017年发表在 柳月刀医学杂志的文章指出 安全的酒精摄入量为零 酒精对于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的伤害的严重性 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 我虽然并不认同滴酒不沾 但一年控制饮酒在一两次为宜 装饰法 我虽然不认同滴酒也 Bake 其他的类别 比如肉类 饮料和零食等 我吃的不多 所以我就没有关注 好了 看完了 总的感觉就是 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还是比较偏重口味和口感的 好不好吃是第一位的 健康营养的选择并不多 这其实不是北京人的饮食习惯 这是多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传统的中式饮食方式 跟几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这其实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食问题 一方面是习惯难以改变 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 人们还有很多不正确的饮食观念 比如植物油健康 适度饮酒 适度饮酒 有益健康 改变习惯 应当先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 而传播正确的信息 则是第一步 问我一样的信息 第一步 我这次认为一路 我是你的 这是我开始认识的 我听到这里 我看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